现在我先随便的画个圆 对我顺便跟你讲一下说 你们是不是有带软体回去灌 有 那我跟你们讲一下 如果你希望像我现在这个画面比较亮一点的话 因为灌好可能画面比较暗对不对 如果你希望像他这样亮的话呢 这是我们3D Max 他可以让你选择可以设定的一个界面 来 那请你到Customize 这边按一下 这边Custom UI 这边 Custom UI 这边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啊 右上角 你看右上角就可以了 他有几种情况 像这种情况 就比较亮了对不对 这个就没有 这也不用 这个 所以这个或这个 你可以选择 那比如说我选的这一个 那我都按 Set 好再按确定 这样的话呢 得到的就会比较亮一点 就像你现在所看到的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随意的画一颗球 Sphere 好 那么应该呢 我们知道说呢 如果说呢 我们把它这时候呢 跑去把它做一个Render的话呢 那么是属于比较暗的 比较暗的 所以呢 通常我建议你就是说呢 我们画一颗 我们来画一个Plan 画一个Plan 好 画一个Plan 把它加大一点 没关系 让它有一个 让它有一个感觉 有一个D 有一块D 这样的话会比较 比较好 不会那么暗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呢 假设呢 把这颗球啊 我们先把它复制一下 待会呢 还可以 再做其他的这个运用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颗 首先啊 我们呢 先打开我们的材质球 先打开我们的材质球 M 选到这一颗以后呢 选到这一颗以后 第一颗 通常啊 我们呢 都是呢 到这个Standard这边来 通常它的内定值啊 好 通常呢 我们点到的时候呢 各位所看到的 都是Standard的材料 那Standard的材料 基本上 就是标准的 标准的材料 那么底下的设定啊 也都是如各位所看到的 这些 那现在呢 如果不是 我们想要 我们想要用 混合型的材料 那麻烦你们把 这个Standard按一下 这边呢 这边的话呢 那么 请各位选择 我们所谓的 这个混合材质 就是Blend 好 我们第一个为你介绍 Blend 好 那这个 你注意一下 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名词 你是看到这个 那也可以 好 按一下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好 那V开头的Blend 好 是属于这一颗 好 属于这一颗 那么呢 它的话呢 是属于在New的这边 New的这边 不是这个Material的 好 如果没看到的话呢 代表要选这边 好 Blend 不要管它 选第一个就对了 好 那注意一下 它最后要是两个 有Material 1 Material 2 有两个材质 那这两个的话呢 你往后面 往后面 按一下 按一下以后呢 那分别的 你就可以给它上色 第一个 第一个你有两种选择 你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是给它上色 好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给它上粉红色好了 好 上粉红色 好 上完粉红色以后呢 不要忘了回到我们的上一层 复成 go to pollen 回到我们的上一层 Material 2呢 按一下 这次呢 我们的颜色呢 比如说我们选到黄色 比如我们选黄色 好 比如我们选黄色 好 好 这时候呢 我们的颜色呢 已经不是那么的纯红了 我刚刚是 我刚刚是什么呢 好 我们再看一下 第一个是 好 我们的粉红色 好 回到上一个 第二个是黄色 好 两个混合 两色混合下去之后呢 看这个的搭配的一个分量 40的话呢 接近一半了 所以呢 它已经呢 黄色的已经加进来了 好 各位你注意看 上面有没有 后面有没有选了一个这个 inter case 有没有 选这个的 选这个的意涵的意思就是说 当底下的mixamount 它的定值都选这个 如果数目呢 小于50 它是0到100 小于50的话呢 代表越靠近第一个颜色 50到100呢 越靠近第二个颜色的意思 好 所以我黑板不是写了吗 0到50 比较接近材质1嘛 60到100 比较接近材质2嘛 没有 那个是60嘛 嘿 所以呢 现在呢如果40的话呢 你看哈 我把它抓过来放 好了 如果我们去把它 render一下 它就有点粉红色 当代有黄色了 那如果说呢 我今天呢 把它amount 加到50% 刚刚好 那刚刚好的时候呢 输入完之后 我按一下enter 好 好 有没有 它就被这种桃色了 桃子颜色 黄色的 黄色一半 那个粉红色一半 好 那相对的 如果一直靠近 越靠近100 比如说80好了 好那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颜色已经完全幾乎都 倒过来到黄色了 好 所以呢 可以借由这amount 这个mix amount 这个值啊 来怎么样 来做个混色 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那你除了啊 你除了 那么呢 可以上色之外呢 最主要的 如果你不想上色的话呢 你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呢 把它恢复到灰色的 好 恢复到黑色的 好 就不要管它 然后呢 你可以贴图 好 如果你不要上色的话呢 你可以采用贴图的方式 好 Maps 这边来 比如说呢 我找一张图 Diffuse 找一张我们上次用过的图 好 那么呢 看一下好了 好 如果说你要用自己的 好 如果你要用自己的话呢 要选这一个 好 点两下 然后去找自己的图 好 去找自己的图 那么呢 我想呢 我先待会好了 我先让你们呢 先请两位你们呢 先暂时不要Map好了 你们先练习一下什么呢 先练习一下上色好不好 练习一下上色 我们呢 分为两种情况 所以呢 请各位呢 我们就先把它 上个颜色就可以了 好 两种颜色呢 练习一下怎么混合 那记得 它现在有两个 所以你要从这两边进去 你忙乱去 忙乱去 第一个 先从这边 点到一颗 材质球 我再说一次哦 点到一颗 材质球 先进到这边来 本来这边是standard 对不对 按下去之后呢 找blend 按OK 出现这个啊 选第一个就对了 好 现在第一个进来呢 那当然就会有两个通道了 Materia 1 跟Materia 2 有两个的材质通道 点第一个下去 你先到这个Diffuse 这边来 这时候你往右上角看这个standard 你不要吓到哦 这跟这个 这跟那个无关 它则是进去的 它是不是有两个通道 有没有 有两个通道 两个都是standard 所以你不用管它 按一下 你就给它一个你要的颜色 好 好 给它颜色完之后呢 你可以顺便的把这个 好 这个什么呢 高光区反射区 稍微再拉高一点 好 回到我们的go to panel 回到我们的上一层 好 第一个通道有了 再来做Materia 2 第二个通道 按一下 好 这边也一样 请你给它一个不一样的颜色 截然不同的颜色也可以 好 截然不同的颜色 好 不同的颜色进来了以后 OK 那么呢 我们高光区也可以先设定一下 好 让它这个反射也可以强烈一点 好啦 回到我们的上一层 你看 两个就已经呢 怎么样呢 都进来了 这时候呢 Miss Amon如果假设为0 那就是以第一个颜色为主 如果越靠近50 比如说到这边 给它50好了 这时候呢 就是两个混合 两者混合 好 所以我们都把它加进来看一下 好 我们把它Render一下 SHIP 在英文状态底下 SHIP 按住加一个Q就是Render 好 快速键就是这样子 好 Shift加Q 好 Render一下 你看 就介于我们的这个两个颜色之间 等于是混搭了 混搭了 越靠近100 不是越靠近100 那么就越靠近它的第二个颜色 Material 2的颜色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那相反的如果越靠近0 比如说呢 20就好了 好 那这时候呢 就越靠近我们的原来的另外一个颜色 Material 1的颜色 好 就看你怎么去搭配它 好 那么到这边呢 我们先讲到这边 那么我们的Blender 指的就是混合材质 好 好 我把萤幕交给各位 来你们练习一下好了 好 这个叫做混搭 混合材质